我们这次的创作动机是因为我们的主缘都很喜欢听李懿故事 那在经过我们的讨论之后 我们决定以台湾民间习俗明昏来作为本故事的背景 在美财方面我们使用了耳动画 来提升整体画面的精致度与真实感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 我们查询关于明昏的时钥及报导 也找了一部台湾会的耳动画短片 由作者季雅云制作的神猪 参考了场景及角色的部分 调偶时主角名鬼是漂浮的样子 我们自行制作三谷支撑甲以油图固定 再经过后置修图就达到想要呈现的感觉 拍摄时有推轨的镜头 但是我们没有专业的器材 所以我们拆下翻拍台的垂直推轨 平放在桌上即可左右平移 解决运镜上的困难 在场景的制作过程中 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组员亲手制作的 像铁皮就是用纸箱撕开上色而成的 那武器则是用铝罐 然后油桶、便电箱还有消防酸 都是用奶瓶纸切割然后再上色而成的 在制作偶的过程中 我们测试了很多粘土的材质 最后我们是以比较好塑型的美国土 就是诱称动画土来当做道士还要学生的皮肤 然后女鬼的部分则是用了素质土 偶的头部是我们研究与创新的部分 我们用薄衣龙剖半 就来当成她的头部 然后用瘦钢图做眼睛再放进去 这样子她眼睛就可以转动 然后头发的部分是用毛线上色风干 然后再把它撕开一条一条 这样子会达到真实的效果 专题制作的时候为了更了解传统建筑 我们利用展览事务课程搜寻Google地图 帮助我们在场景的设计与制作 而在专题制作课程上所使用的软体 我们运用Photoshop来制作海报 After Effects制作片头的数位剪屏动画 及使用遮罩修图 最后则使用Premier来配音乐音效及撰片 第一种是偶动画的制作技巧 再来是作为故事背景的明昏习俗 最后是我们故事带到的不以貌取人 这组《红棒七原》的偶动画 其实我在参与他们整个制作的过程中 其实着力最大的部分是在他们前置期 尤其是在故事发想的一个阶段 那这组同学其实他们的发想点很有趣 就是从台湾的一个很民俗的那种 捡红包民婚的这个习俗 开始去做发想 那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 现代小朋友他们其实不会去找到 这些很早期的一些民俗的东西来做一个发想 所以其实他们的这个发想点真的非常的有趣 而且有创意 虽然说他们耳闻这个习俗 可是对他的背景可能不是非常的了解 所以我是陪着他们一起开始去找这些 一些习俗的背景啊 然后来游啊 甚至到后期发展他们整个台湾的整个 呃场景的景物的那个风格 比如说像台湾常见的那个铝皮的街景啊 然后电箱啊等等的 那把他们整个片子营造的非常有台湾味 那整个拍摄下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他们整个在场景还有角色的一个 呃编写上其实都还算蛮成熟的 那我希望他们在未来继续从事动画创作 或是这个设计艺术的这个未来的话 呃一样有这种研究精神可以继续走下去 呃很高兴在这一次的比赛 让他们这一组得到优胜 那相信呃从一开始的发响到那个影片的制作后制 一直到最后参与这一次的比赛的过程 那会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经验 很高兴我们红包CMJ组入为103年全国专题制作荣获优胜 在动画的制作过程 我们学习到船队合作及沟通的重要 同时也了解自己制作方面的補足 想是问题的解决方法 这个过程是我们学习到最多的 在未来我们会持续研究 偶动画制作及拍摄技巧 秉持着努力不懈的精神 创作更精彩的动画 拍摄的音乐 彩虹摸毕 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